大家好,我是大象,今天我们来继续聊《山海情大结局》19到23集 还没有看过前面剧情的同学可以先补一下我们前面解说的系列视频 上一期讲到,白老师为了给学生们订校服修操场,卖掉了福建工厂捐赠的电脑 但卖捐赠物资显然不合规,而且白老师这么干也是把人家的心意给换成了钱 外面脸上挂不住,把老伴训了一顿后跑了出去 得宝知道后,劝他不要跟白老师置气,没想到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这么一闹,卖苗的气也消了不少 得宝告诉他,白校长之所以改卖电脑 恐怕是已经心灰意冷,不在乎自己被怎么处置 他费尽心力地办合唱比赛,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个纪念 也给孩子们留一个美好的回忆 麦喵回家时,白校长已经做好了饭菜等他 妇女俩的小摩擦很快咽笑余散 两人聊起麦喵小时候学唱歌,学说话的时光 那时的快乐是那么简单 合唱比赛当天,白校长和孩子们在后台有点紧张 线上的学生穿得比他们洋气 选的歌曲比他们的更流行,连歌声也越耳洞听 成立孩子们的确唱得好 接着轮到白校长他们出场 本来比赛规定参赛学生只要30人 但白老师把所有学生都叫了上去 孩子们校服有些吐气,普通话也不标准 可他们把白校长用心教给他们的旋律 还有西哥壁小学对春天的呼唤都唱进了聊亮的歌声中 孩子们大声呼唤出了他们心中的向往和憧憬 比赛圆满结束,白老师因为倒卖捐赠物资的处分也下来了 被设下了校长职务 但职位他其实并不在乎 他还是可以当老师,教学生 而且还有一个消息更让他感到振奋 上面终于下台规定 全地区的在校学生无论年龄 一律不许辍学打工 白老师为这个问题奔波了无数次 现在总算去了一块心病 至于他个人的荣辱得失早就置之度外了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 麦苗不用在活福建了 公司决定在敏宁当地投资建葡萄酒厂 麦苗正是项目负责人 另外还有一件大事 随着发展的越来越好 敏宁已经社村建政 乡亲们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户口 在发放证件的现场 得付亲手把水花家补办的结婚证交给了他 少年时他们欺梅竹马 但终究提不过命运弄人 但人生无可回头 只能一切向前看 转眼到了2004年 水花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之前水花就在村里开寿室 如今越开越大 搬到了镇上 得付也结婚了 老婆叫亲侠贤惠懂事 有时甚至能帮他解决群众上访的问题 而这位贤内助 正是当年青铜侠市委书记的女儿 当年得付带着村民去上访时 这个岳父就对他青睐有加了 后来在那次现场会上 更是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他没看错人 得付一路埋头苦干 如今已经升任了敏宁镇副镇长 弟弟德宝也混得不错 附近工地大量开工 他如今已经是工程公司的老板 麦苗负责的葡萄酒庄业务 也在稳步推进 两人离结婚 就差买房和领证了 大家看着都越来越好 但实际上 敏宁镇的发展 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于镇长和书记等主要领导 浩大喜功 盲目上马各种工程项目 导致政府资金亏空严重 农民工们讨不到薪水 得付一直努力推进的 三级洋水站项目 也因为镇政府挪用公款 搞其他项目而停工 事情闹到县里 自治区甚至惊动了中央 报纸上评价米尼镇的现状是 亏了政府 苦了百姓 镇政府的会议上 镇长和书记不急着解决问题 反而在互相退位责任 楼下的农民工们 则堵在了大门讨薪 一块块石头 透过窗户砸进来 有一块 正好砸到了德府头上 听说哥哥受伤 德宝本来想去看望 可扭头一想还是算了 因为工程的问题 最近兄弟俩的关系 其实并不好 那算是来三十多万 怕受点疼炸了 外星的是 德夫受伤并不严重 可老婆清暇还是很担心 眼下有个机会 岳父可以把他调到 银川市里工作 对他的工作环境 事业发展都有好处 但德夫却很纠结 米尼镇的三级洋水站 还没建成 他心里也放心不下乡亲们 就在这时 一心一老两位领导的出现 帮他下了决定 为了解米尼镇的难题 县委的宋运辉 而不是县委的潘书记宣布 将现任镇长和党委书记停职 由张树长同志 兼任米尼镇党委书记 张主任是老熟人了 一开始就是他带着德夫 负责调装移民的工作 如今从县纪委书记下调 就是专门来解决米尼镇的问题 德夫也因为他的推荐 有负转正临时担任镇长 当初两人愁住满志 是把一片荒滩变成赛上江南 如今站在瘫痪停工的三级洋水工程上 两人都下定决心 要在一年内 让米尼镇彻底走向正轨 要想解决问题 第一步就是稳定人心 解决农民工的讨薪问题 很快正政府开始给工程公司放款 他们有了钱 拖欠农民工的薪资也就能发放了 德宝听说后 急忙赶到政府大楼 来讨回他的30多万工程款 可来了才知道 签款要分几批发放 第一批名单上根本没有他 而这份名单正是他哥哥马德福订的 德宝跑到哥哥办公室 掩开着其他公司都拿到了钱 而自己却只能排在后面 当初他为了支持哥哥 自己往里面垫钱 接了别人不愿接的工程 之后镇上一直欠着工程款付发 他想跟麦苗结婚 连婚房都买不起 但是后来那个又错了 那个宁可把不想干的人排在前面 他也不惯他弟弟死活 其实德福也不想让弟弟吃亏 只是他作为领导干部 有时候反而只能先委屈家里人 先供后私 但这个道理德宝还不能理解 当天晚上德福专程来给弟弟道歉 为了表示诚意 差点干了整瓶白酒 接着酒衣 他给弟弟掏了新窝子 当年上学时家里太穷 供不起兄弟两个人 只能让德宝辍学 全家供老大德福 但在父亲心里 其实一直对德宝有愧 还偷偷抹过眼泪 他为啥苦 他说是苦了你 把呃然后栽赞咳咳祝福 你一辈子都要对他哄 你把咳咳全家人牵他的 你都要给他哄买上 那还什么做到吗 树大赵风必须处处谨慎 也往往身不由己 当晚德福大醉一场 不过第二天醒来 发现弟弟已经给他做好了早饭 最近镇上要建设移民村 这是个大工程 德福跟张书记智慧了一下 他想让德宝也来参加投标 不是直接给他 而是走正规流程 最后能不能中标 还要看德宝的本事 不久后 因为德宝的公司自制过硬 果然顺利中标了 原来的欠款也发到了手里 这天喜思思地去县城买上了婚房 移民村工程哥俩并没有违规 德福也特别提醒弟弟 一定要把工程干好 绝不能有丝毫偷工减料 可即便处处小心 不久后 纪检委还是找上了德福 怀疑他以权谋私 组织有规定 举报逼立案 立案逼调查 德福被迫暂停镇长一职 接受调查 这事儿德宝一眼就看出来 应该是其他美中标的工程队 告了他哥哥的黑状 到这儿 他才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哥哥 从来都不给他一点好处 坐在这个位置 必须如理薄冰 虽然被暂时停职 不过张书记还是相信德福的 给他分配了另一项重要任务 之前调查移民班出来的 只是部分村民 德福的老家永泉村 还有很多人在山沟沟里 过着苦日子 许多其他村也是一样 现在自治区扶贫办 一直在开展 整村搬迁的工作 可乡亲们非常抵触 干了几个月也没啥进展 张书记想派德福出马 啃瞎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德福参加工作也有好几年了 熬过丁里所所长 斗过羊水战战长 挨过石头挨过打 但哪一项任务都不如这次兼具 最先动员的是老家永泉村 寒水叔还是村里的知书 他当然想支持儿子的工作 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村民大会上反对的声音 一浪高过一浪 乡亲们的话也没一句好听的 大家一口一个仙人 寒水叔也招架不住 九十多岁的李老太爷 村里辈分最高 前面也一直没支撑 寒水叔问他的意见 没想到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相亲们这么抗拒也不是没理由 整村搬迁还意味着不留一家一户 全村的房屋乃至祖坟都会被推平 用来指数造林 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 从此就在世界上消失了 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 但其实村里有些年轻人是想搬的 他们的思想包袱没那么重 也知道敏宁镇的环境好 但搬迁政策规定 要搬就得整村搬 有一家不同意 整个村都搬不了 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出头 而且除了年轻和年老的待计划分外 村里还有一条分量更重的线 那就是马姓和李姓 有搬迁医院的年轻人 基本都是马德福的本家 而李家人简直就是油盐不尽 德福的工作一上来就撞上了铁墙 德福正发愁 妹妹德花学校放假也回了家 村民们太难说话 饭桌上德福忍不住发牢骚 说那些不配合工作的村民是刁民 看见爸爸和哥哥为了这事吵架 德花安扭头就去了村委会广播 大人们顾及面子 话都不敢说得太难听 可德花安人小不怕失大 不想管这么多 他说整村搬迁是为了让大家摆脱贫困 大人们只顾着仙人 却从来没被村里后辈们考虑 因为穷教师塌了都没任凶 德花一喜欢说出了村里后辈们的心声 李老太爷也领着村里老人们亲自上门道歉 表示年轻人确实应该搬出去 不能耽误他们 但自己这群老头子还是要留下来 守住村子的根 德花安以一己之力 把动员工作推进了八城 可这最后两城不动弹 整个村还是办不了 德夫愁得慌 也对村民们不理解 父亲把他带到了后山的山坡上 给他讲述了一段往事 最开始 永泉村其实是只有理性 一百多年前 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 马家县人们从陕西一带 桃荒药饭出来 想找一个能落脚的地方 隔走了一路 没有一个村子愿意收留 最后来到了永泉村 李家仁仁义 不但收留了他们 还帮马家一起建房开荒 可以说恩仲如山 这也是为什么父亲 绝不容许德夫说他们是刁民 明白了这层渊源 德夫带着礼物 再去看望李老太爷 可无论如何 老太爷就是不肯改主意 眼看半仙工作陷入绝境 德夫一时召集上火 发了一夜的高烧 就在他想放弃时 水花回寸了 时光荏苒 当初他们上学的教室 如今荒草丛生 但不可否认 多年过去 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 水花是李家人 按说应该追随李老太爷的决定 但他明白 德夫此刻最需要鼓励 而他也是真心认为 搬出去是对的 水花几句话 让德夫又有了继续的勇气 他再次来拜访李老太爷 可也正是这一趟 他才发现 出大蛇 为了抗拒搬迁 李老太爷竟然喝了农药 村里人开始拖垃圾 就准备往城里赶 幸亏寒水叔用肥皂水急救 才从鬼门关里 把人救回来 可这时一闹 寒水叔也不敢再支持搬迁了 只好劝儿子放弃 德夫再次陷入孤立无缘的禁定 他明明是想让全村过上好日子 可是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 晚上 他捧起了从小喝到大的清水 由于地质原因 永泉村的水是苦的 身口都不爱喝 平时村民们在水面上撒些敷子 才能吸引身口喝下一些 这样的水土养育了村民的过去 但已经无法滋润未来 德夫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都要带着村民们一起搬出去 第二天 他鼓起勇气 又坐在了村委会的喇叭前 向全村乡亲们吐露了心声 哎呀 我坐在这图拉吉上啊 我这行李特别难说 我相信我爷 当年是一家人龙欢这台 完善约令地 帮仙怡园送 是送到里 人也不行了 因为那么离怡园太怨了 那么离外面太怨了 那么要不揍不出去 要么就回不来吧 现在命名真啊 又学校 又怡园 又漂亮又实用 虽然现在还不是咱里家人 但是朱棣事件常理 那就是家人 人嘛 毕竟不是书 人又两头跟 一头在落显人寿里 一头就在那么后人寿里 那么后人到那里 那也就能栽杂根 人又两头跟 这一席话 终于把李老太爷给打动了 不过真的要走 终究还是舍不得 李老太爷提议 离开之前 在最后办一次百家宴 全村人齐齐整整 一起向祖祖辈辈们生活的土地告别 宴席上主食有两样 饺子和扫子面 团圆的饺子 离家的面 要搬走了 村里人全都回来了 多少年都没这么聚齐过 该吃饺子 可明天就要离开了 该吃面 大家都在忙活宴席 韩水叔也最后一次 用大喇叭广播 向大家告别 接他的内容 直播送一条 来就是 他去预报 广播结束 空气中全是落寞 人这一生 最是故土难理 韩水叔 虽然前面一直支持儿子的工作 但真到这一刻 还是忍不住哭了 水旺妈也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德福走到村子口 将永泉村三个字 粉刷一心 孩子下面又加了一行字 水最甜的地方 百家宴上 全村人团聚在一起 虽然之前 大家有过争吵与隔阂 但在此刻 所有人都敬己相拥 他们一同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着 喝着相同的水 经历着同一片风雨 一同看日升日落 四季轮回 这是荣静 血肉骨髓里的交情 磕磕绊绊 永远只是插曲 吃完宴席 忙忙戈壁上 浩浩荡荡的车队 排成一条长龙 开向他们的新家园 可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德福却突然收到了一条恶号 在那忙着整村半歼期间 张书记也在为洋水站工程操行 为了赶工期 常常倾付工地监督 还跟工人们一起干活 可命运 有时候就是不讲道理 就在几天前 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 张书记人还没等到送进医院 就去世了 德福赶到葬礼现场 心口像堵上了块石头 从一开始 张书记就是他的领路人 也是他定监作战的战友 今后的路 唯有继承一致 不复其往 张书记走了 努力没有白费 他留下的 是一个渐入正轨的米明镇 不久后 德福一直最关心的三井阳水站 终于竣工了 澎湃的水流涌向农田 米明镇的百姓们 再也不用为交地发愁 德福的孩子也出生了 这个为乡亲们操心劳力的男人 此时捧着知能的小手 感受到了另一种幸福 水花姐给老公买了假枝 永妇终于能够站起来 给女儿一个温暖的拥抱 水花姐在一旁 也流下了欣慰的眼泪 水旺也成家了 娶了位问完懂事的福建姑娘 还在米明镇开了家大药房 在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鞭炮声中 大家的日子都越过越好 时光飞逝 转眼十几年过去 到了2016年 发展的势头从未停止 米明镇已经成为 著名的葡萄酒产业基地 德福升任成县委领导 德福和麦苗的生意规模 也经费几笔 可这天 德福 德宝 嘎娃 水旺 几家人的孩子都同时失踪了 大人们急到团团转 赶紧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正着急时 却接到了德花的电话 原来 孩子们跟着他回永泉村老家了 还记得第一集吗 当初还是年少的德宝 麦苗 嘎娃他们 为了出去吃个好饭 背着家长们 集体离家出走 如今 他们的孩子却反过来 从城市向永泉村跑 时光像个魔术师 吴行中把人变换了角色 但不同的是 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孩子们 不再确实少穿 吸引他们的 反而是原也自然 一段意料之外的插曲 也让父母们一时兴起 决定重回永泉村去看看 汽车行驶在 群山之间的高速路 所有人在车里 都感慨万千 记忆中 那个悬世黄土的永泉村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漫山边野的绿色植被 当初的豪言终于实现了 古吉甲天下的西海固 真的变成了 赛上江南 你想想水能搅到地里 我总有死一个 塞上江南 塞上江南 真没 水最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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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行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剧拍摄时程只有三个月 剧本打磨五个多月 但演员们全员精湛的眼镜 扎实的剧作结构 眼镜考究的孵化道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 无比动人的抚平故事 之前就有网友评价 上海行的成功 证明了现在大部分的年轻观众 并不是抵触主旋律 而是讨厌脱离实际 不接地气 死板生硬的主旋律 另外就是苦狗血 低烈烂剧久矣 的确任何题材都可以输家作 更何况本身就十分动人 传奇的扶贫故事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大地上 发生过太多 值得被记录传播的伟大故事 只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它 发现后又如何真诚地去表达它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 过去的每一页 都写着动人的剧本 看剧的时候 我心中总是会浮现出八个字来 碧落蓝绿 以洗山林 从永泉村到米宁镇 乡亲们在一片黄潭上 建设新家园 披心大月 智风沐雨 煤电 缺水 地不能中 蘑菇烂掉没出卖 但这些坎坷 大家都迈过来了 上演情中 马德福 林教授 张书记 白校长 这些角色 其实都有原型人物 马德福的原型 是米宁镇 福宁村 原村之书 谢行长 德福遇到的开荒 缺水 缺电等各种困难 都是谢行长 经历的真实写照 林教授的原型 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林战希 为了研究防风固沙的菌草 他摔断过两根肋骨 曾经被绑匪绑架 四次从鬼门关里 私立逃生 他的弟弟 更是在扶贫一线牺牲 张书成书记的原型 李双成 在任十个月内 为群众解决遗留问题 457件 忙到患上尿结石 而自己连买福利房的 5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最后因为车祸牺牲 连儿子的订婚仪式 都没能参加 而白校长和郭敏航的原型 则是为宁夏教育事业 默默奉献的一批老师 24年来 有1146名优秀教师 以及267名 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的优秀学生 奔赴宁夏中小学支教 其中福州市18中女教师 李丹 瞒着家里到隆德县 第二中学支教 在短短一年里 家访35次 资助了6位贫困生 还为学校募捐了2万多元 2008年医院 他支教期满 回到福建 却被确诊白血病 最后不幸去世 他在病床上最后的化石 把剩余的医药费 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吧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 公开的数据显示 仅仅截止到 2019年6月底 共有770多人 牺牲在扶贫稿位上 怎么评价 这些可爱的人呢 鲁信先生 在1934年 写过一篇杂文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其中 有我们特别熟悉的几句话 放在这里 大概合适 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骨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 做家谱的所谓正事 也往往引不住 他们的光耀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好了 上海行到这里 就全部完结了 珍集一下同学们的意见哈 大家想不想看 我之后继续解说剧呢 想的扣一 不想的扣二 另外 你们有什么好剧推荐吗 欢迎发在弹幕或评论中 被cue最多的会考虑解说哦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